第四季最後衝刺勇敢進場不要慫 洪福齊天特別推出 財源供供來專案 拖斷搭配短線 一筆資金雙倍獲利 待你掌握強勢標股 低買高賣前進口袋 立即加入官方LINE小老鼠8077 或來電0225433399 洪福齊天標股甜甜 宏觀股市大發立志 歡迎各位都是朋友再度收看我們節目 我是永成頭顧分析師洪昭相 那麼今天恭喜多頭 大漲380點 那麼大盤一下子就往上衝 那接下來怎麼看 那麼現階段這個價格上來了 空頭措手不擠 前兩天這盤談不上去 很多空頭說要試啊要試啊又要中錯了 但是呢今天不僅開高還走高 而且不僅越過一萬六千兩百點 上次破底的點 還一口氣一路往上衝 那接下來就一路往上了嗎 那要怎麼看接下來的大盤呢 好導播看字卡 那麼今天的題目是空頭被錘爆 哪些租群最看好 我們講起雞群聯 雞羊 聯貌 金豪科跟光寶科 那麼在節目一開始 請各位加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那你如果有加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你如果沒加希望能夠早點看到我們影片的話 尤其是你是東森的投資朋友 大概晚上7點才能看到 那你如果加我們的YouTube 你大概下午4點前我們的影片就會上架 所以你可以利用閒暇的時間來看我們的節目 然後更快接受到一手的資訊 好現在看大盤 大盤今天大象老師給個總結啦 價格走勢100分啦 量能走勢59啦 為什麼59沒量嘛 今天的量2623億大概是月均量的一個水準多一點點 那目前的月均量是2587億 大象老師的標準是多兩成 所以比月均量稍高 但是因為價格走得很漂亮 漂亮在哪裡 第一個 這個是不是母子線反轉 這是母親嘛 大黑棒 這是小孩嘛 那麼低點跟高點都被 那跟大黑棒包在中間嘛 昨天大象老師說是母子線嘛 那母子線反轉型態有兩項 很多人都忘記第一項 其實很多人在學技術分級都學一半 重要的事情他們就會學一半喔 就說不準 我告訴你第一個 下跌要一個月以上 下跌要一個月以上 那當然有啊跌那麼久 那第二個呢 跌過這個的高點 就前一根大黑棒母親的高點 那當然有跌過嘛 有跌過嘛 那麼跌過 而且他一口氣 突破這個高點 突破這條下降趨勢 然後突破月線 所以他 一日過三關 氣勢如何 但是呢 這成交量比較不足啦 那 雖然有高於月均量 但是沒有到兩成 那麼既然沒有的話 明天補出來嘛 如果這個盤漂亮的話 明天補量 供季線 然後接下來再衝過季線 開始整理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盤直接就往上看了 就很確定了啦 那今天價格沒問題吧 漲三百多點怎麼可能有問題 然後那個量能稍微不夠 如果這樣的情況 那就補量嘛 明頭天要補量出來 量補不出來 又開始飄 好 所以 還沒有百分之百OK 還沒有百分之百確認 但是至少 價格走勢今天蠻漂亮的 好 升級指數 第四天整理 我講的又類似這種 你量能出來 然後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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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氣 碰到季線壓下來 再往上衝 越過季線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整理了 整理幾天都無所謂 當然是整理越快越好 但是你整理的過程中 你不要破季線就好 你也可以等它 月線跟季線交叉形成黃金交叉 另外更狠的 直接往上衝把月線帶上來 那個叫強迫取分 不同的做法 那當然今天生計沒有表現了 這個指數中場還是瘦在平板左右 跟其實前兩天都一樣 這幾天生計股 不像前幾天一樣連續衝 但是你如果看它的結構 還是不錯的啦 它只是一些佔全值的股票 稍微整理 跌幅也不大 那麼昨天漲停的安克 今天又繼續大漲 所以它還是有持續性 然後整理的 這個昇華科一拉回 基亞馬上補上來 就是沒有讓你看到敗相 就是整理而已 沒有攻 那當然在今天300多點的盤面看起來 當然就是不強 可是你如果從中段的走勢 那是強到不行 還是強到不行 好 那今天 AI2.0走勢怎麼樣呢 表現不錯 漲幅大概2.75左右 2.75大概跟 今天大概跟所謂的AI伺服器一樣 一樣 但是差在哪裡 這個昨天就已經漲了1.5% 今天再補個2.75% 那就4%多了 那AI伺服器今天彈3%多 那AI伺服器之前又跌得胸 這個你看 你看這個樣子像在空頭 向大阪回黨 欸這不是小股票欸 這不是小標股欸 這是瑞育聯發科 聯勇 力旺 群聯 信華資源佔7成的指數 這是台灣指數公司編的啦 然後被兩家做成ETF 然後個別他們有個別的指數是 0.164跟0.159 可能這個很多人都不知道啦 電動車也有指數啊 PCB也有指數啊 還有一個大蘋果指數啊 你們都沒聽過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大象老師累股抓那麼準 因為大象老師知道 該看哪些指數 反而大盤 我比較沒在看 是大家喜歡看大盤 我不得不解說 否則 我們做股票管它大盤幹嘛 那麼AI2.0 是大象老師一直跟各位講的觀念 今天有所謂的威勝漲停 這裡喔 威勝漲停 那其實喔 另外一檔漲停的愛補 其實也可以放進來 可以放進來 這個指數 這個股票我 這個加入我再好好找一找 愛補其實也是賣那個賣IP值 他在記憶體IP 可是他還是在所謂的 邊緣AI跟雲端AI的範圍裡面嘛 因為其實這些什麼高速傳輸啦 記憶體管理啦 電源管理啦 光學辨識啦 PA啦什麼等等等 都是在為這些服務嘛 你不能沒有嘛 譬如說邊緣AI你是手機 你手機沒有PA 沒有5G你轉得動嗎 有沒有 你沒辦法work嘛 所以在這個 如果這個題材能夠起來 這些公司的營收 邊緣AI的公司營收起來 那周邊還是會跟著上 所以AI2.0其實就是偏向於邊緣AI的一個 所謂的對AI題材的一個再解釋 然後以IC設計為主 為什麼 因為其實1.0雲端公司 所有賺到1.0的錢的就是NVIDIA 連AMD跟ETA都賺很少 整個市場絕大多數 90%以上的利潤被NVIDIA吃掉 一家獨吃啦 那2.0呢 邊緣AI搶的公司就不少 幫這個SoC很多家在做 很多家在做 連結他也有 他只是說這個SoC其實就是基於ARM 或是基於Risk Fund的一個所謂的SoC 他只是原來的計算 我們講手機也好 或者是什麼 一些什麼控制IC也好 再加個NPU嘛 就形成所謂的AISOC嘛 怎麼辦 那在這裡分不到 只有AC可可以分到一點錢 在這裡 都是他們在做 其實NVIDIA也有做這個 他的一個CPU 給工業邊緣運算 這個叫IGS系列的Zeta系列 他其實也是用ARM的CPU 加他們的GPU組成的 所以這個部分光金元的錢 台灣就分得到很多 晶片控制晶片分得到很多 再加這些 所以台灣在AI2.0分的錢 會比AI1.0來得多 這是我的看法 那麼時間可以做驗證嘛 最重要的是 你看嘛 大家好是從這一天開始跟各位追蹤起 每一天都比大盤強 每一天都比電子強 每一天都比AI伺服器強 比如說這一天AI伺服器大破體 他算大拉毀有沒有破體 沒有破體 沒有把前一天的跌幅吃掉 昨天呢大盤小彈 39點 然後AI伺服器大概彈0.5% 電子大概彈0.5% 他就彈1.5% 又多一個百分點 今天是差不多了 2.75大概就是比大盤強 但是跟電子差不多 比AI伺服器少一點點 AI伺服器是3點出頭爬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你在看前面的走勢 別的股票很多電子股市這樣 霹哩啪跌下來 跌兩層跌三層跌四層都有 然後他不僅不跌還往上漲 前一陣子拉回以後 他又彈回來高點附近 所以整段他反而看起來沒有跌 對不對 大盤8月起跌 他一開始跟他一起跌完以後 大概從8月中就一路漲到現在 我不講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都覺得股票不能做 你如果做這一族群會很難做嗎 你回頭去看看 你去做享受會不會賠錢 做義龍店會不會賠錢 做群聯會不會賠錢 這個不是大象老師把 會漲得集合起來 這早就有這個指數喔 早就有這個指數喔 所以可以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今天做什麼動作 起跡SpaceX 概念股 那麼今天下來 在月線的部分做買進 然後很快就漲停板 收在135.5 先買先賺 好 去年就壓2.0 我們看他開高以後打他快平板 在471做買進 說盤是應該是480吧 好像480.5 有點模糊 至少比478來的高 我記得比他來的高 當然他這個型態 要不公就看這兩天啦 如果這兩天不公我們會逢高賣出 就是這樣啦 其實這個雖然很強勢啦 但是他也不噴啦 那麼我們看到這個型態有機會噴啦 如果不噴我們就逢高獲利了解 就這樣 然後再換一項 AI2.0做 操作就是這樣 我們買就是要賺 不是說買的基本面好 我們爆爆爆爆爆 沒那麼少了啦 賺錢的時間那麼的短 對不對 這波行情如果啟動 如果接下來補量是大行情 你浪費一天跟股票整理 你就少一天賺錢的機會 不是說不能一直 不能跟他整理個幾天 可以啦 股票不可能天天漲 但是你不能整理兩個禮拜啊 不能整理一個月 更不可能嘛 對不對 他一整理你就先賣再講 然後基亞 基亞今天又漲 昨天是28嘛 今天又回到差不多3成2左右啦 那40塊買的嘛 這很好算啦 10月25號40塊買 到今天1 2 3 4 5 5天的時間 那其中還有兩天在整理 賺32% 對不對 而且不是買在最低點 所以生計股算現在在整理 我們後視看好了 大向老師不是那一種 嘴巴操作的分析師啊 那股票都是每天都會冒出來 像昨天你看 哇每個人都被動元件 你回去看 他之前一個月不講被動元件 只要一漲出來全部都有 同樣今天系統拉漲停 一定一大多人在講 這個市場就是有一些分析師 不夠誠實 不夠誠懇 所以投資朋友 沒有 有些人對分析師的印象不好 但是大向老師認為啦 我們沒辦法影響到其他人 至少我們自己要做好 自己做好 那就基亞嘛 那基亞有買嘛 就是買在40塊嘛 對不對 單股所當會員嘛 在這裡嘛 有任何虛偽造假 看你要罰一千還是五千萬嘛 好聯報 今天漲幅不多啦 今天是開盤開高往上衝以後又壓下來 受限於月限 那這個地方就很有趣 我們原先是 大概到季線再看賣不賣 當然 因為他昨天就開始衝了 所以今天的整理可以接受 但是不會跟他整理太久 這就是我們的做法啦 好 金濤科 金濤科就是上次爆爆爆 覺得說啊 留一檔 記憶體好 就下來了 下來了 今天就上去了 目前賺10%啦 還沒到最高啦 就這樣 所以有時候 爆不見得好 那只是說 因為記憶體 大向老師一直覺得 衰那麼久 連三星都大賠了 總是會有一波行情 那對大向老師來講 原先金濤科最多賺到17%嘛 17%我們叫價差啦 我們不叫波段啦 所以我們覺得 反正 反正那個時候股票 也出了蠻多的 手頭上有蠻多現金 所以這檔股票就留下來 所以你才會看到報上報下 不過正常大向老師是不報上報下 那時候還有一檔一起做的威剛 我們會了解 所以兩檔出一檔 劉靖豪科 那希望這檔股票 不會讓我們失望 好 光寶科昨天大向老師是不是講 整個AI伺服器裡面 就是這一檔 比較強勢 今天果然大漲5% 那麼 唯一一檔拇指線 拇指線反轉成立的 就是有沒有 擊殺 K棒不破底 然後今天越過 昨天的高獎 你回去看偽創有沒有成立 廣大漲沒有 沒有 其他沒有一檔有 那 光寶科有 那其他的一些所謂的周邊 我沒有去看 不過我跟各位講 你要選要選類似這樣的 你即使要搶反彈 你即使覺得AI伺服器 AI1.0很委屈 你要找所謂相對強勢的 你如果整個型態不強 你今天漲的比較多 反而不見得是好事喔 如果總共只有10%的反彈 或15%的反彈 他就要拉回 當然如果說 接下來行情啟動 他拉回以後還是會漲 可是呢 如果他的一個幅度只有那麼小 現在已經漲5%了 已經漲6% 假設是10% 你明天再去追高的2% 剛好準備去先套一陣子再講 那就累了 很多投資朋友都是這樣子做股票 有行情的時候老是在那些套牢的股票 打底的股票那邊賺 然後忍啊忍啊忍啊 後來撞不住 然後把股票賣掉 那剛好那股票也差不多打底成功 那可能馬上就衝上去 可能再等一個禮拜就衝上去 然後一個多頭三千點又賺不了什麼錢 不要這樣子 之前做錯了 這次不要這樣子 這次有行情要抓強勢股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強勢股 來 撒秒QAGO 加入粉絲團 小老鼠10777 你就有環中快訓操作提醒 還有標股研究報告 那麼大象老師 友好的族群我們都通知給各位 就像之前的生計 有沒有 生計啊 對不對 有沒有賺 好 賺哪些 剛才有看到了嘛 基亞目前獲利32%嘛 保衛賺14%獲利了解 第七億也三天就賣了 這個把它做成價差 我們是發覺這個族群好 一口徑就買很多 然後上去把 我們認為沒那麼好的把它賣掉 這是我們 覺得很靠一個族群會這樣做 這樣才賺得多嘛 對不對 然後14% 你別小看14%喔 14%就是80塊就8萬塊喔 那這檔股票 做第三次的 第一次 時間地點 賣時間地點 你可以去看 7月10號 6月26號的節目有沒有 講寶瑞 你可以去看7月14號 跟7月26號的節目 我有沒有講寶瑞 有沒有對時對價 有沒有告訴你我賣在哪裡 有沒有告訴你我買在哪裡 全市場沒有人敢這樣做的啦 都是什麼 喔 你看 今天我什麼股票大漲 對不對 也許他漲停板 110啦 可是他買在140 他還跟你講恭喜漲停 當然股票漲停都要恭喜啦 可是他不會講 他的會員買在140 他還套了要30塊 你信不信哪一天如果AI伺服器漲停板 一定很多人告訴你 哇你看 我告訴你 他們一定講他們的AI伺服器多強 可是市場上一大堆人套在高檔 不要說一支漲停板 三支漲停板都不見得回得來 所以大象老師敢跟你對時對價 對不對 賣也接受你驗證 賣錯你也知道我賣錯 聖華科賣掉我昨天還講 有被洗掉最高61點多 那今天不是又掉下來 我們賣59.8啦 今天收58點多啦 他還是強勢啦 我也在考慮要不要把它買回來 但是呢 因為這檔股票 得一個題材我們認為還是GR比較強 所以還在考慮啦 有可能買回來 然後系統 系統就真的被洗掉了 洗掉還是賺8%啊 上一次賺50% 被洗掉還賺50% 這就是我們的操作啊 我也不敢跟你講 我們做是百分之百跟神一樣 沒有啦 這事實上沒有神 但是有高手但是有贏家 那大象老師是贏家 大象老師是能帶你賺錢的人 然後大象老師永遠看位啦 然後操作永遠檢討 今天做得好不好 今天做得不對 啊不對要怎麼樣 把它修正過來 永遠再求進步 永遠很積極操作 那你如果覺得這樣的分析師你覺得不錯的話 歡迎跟我們一起操作 那你如果說 我還要先看看 歡迎你們來加我的Line 你看有時間嘛 你回去看10月3號 有沒有告訴你我們也買系統 然後10月17號 有沒有告訴你我們出掉了 出掉有沒有殺一根長黑 那殺完以後隔天我們X10%買回來 所以我們第二次出525 今天漲金滿是56塊吧 所以如果爆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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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 也是賺52%而已啊 所以雖然第二次出的不是那麼漂亮 可是還是比買了以後爆到現在來的多嘛 這就是操作嘛 你覺得刀槍老師被洗掉 實際上我還是賺得比較多 比那些跟我一樣買在最低檔的人 因為最低檔36塊啦 我才多買4毛錢 好訊心 105買進 150賣出 這個都有所謂的節目中公開講的 甚至這個我們在Lineat來辦活動 這個加碼是邀請Lineat的投資朋友一起加碼 當然很多人會覺得老是看我買的 還在這裡補貨沒生意 我如果告訴你最後漲到179 你會覺得這132貴嘛 我們不要講179啦 我也沒賣在179 會漲20塊 你會覺得132買你吃虧嗎 9月15盤開始不好了耶 9月15你買AI伺服器已經開始賠得虧了 反而你在這裡買訊心 雖然 就算 只跟我們出在152 你還是可以賺錢啊 你這段時間操作還是沒有白幹啊 總比你去買一堆套老的股票好太多了吧 前陣子市場上哪隻股票夯哪隻股票套老是誰 對不對 你們AI伺服器 誰想得到 160可以給你跌到80幾 我講的是我也創好 你看大江老師做AI伺服器我有沒有賠錢 我都賺錢 雖然我沒有包到破斷 因為那個階段我們是在做一些周邊 就是AI伺服器的周邊 什麼陳敏那些股票 什麼那個COVAX那些股票 因為大江老師對電子舞歌的認知就差不多是那樣 差不多是那樣 所以提供你做參考 怎麼樣做才會賺錢 對不對 這段時間一大段人賠得一堆 大盤在底 這高價股這佔指數的股票 照樣賺錢 9月13號買1080 10月5號賣1300 然後10月26號買1240 30號賣1390 對時對降 你都可以看到我們的操作 賺32% 這高價股 1000塊股票賺32%就30幾萬 我們另外一檔 那個圍影的績效更恐怖 已經賺1000多塊了 從7月開始賺1000多塊 對不對 只是最近沒有操作 所以制卡沒擺上來 所以好的價位 配好的股票 是賺錢的不惡法 那隨時掌握哪些族群轉強 是大象老師的本事 對不對 聯軍嘛 會了結嘛 對不對 原先誰在看聯軍啊 我們很早就注意到了 我們還特別為聯軍跟 那個 訊心 入了一集 CPU概念 產業紅不讓 介紹基本面 當然我們出掉了 出掉了 可是呢 有沒有讓投資朋友漏氣 賺四成賺六成 你那時候看我節目 看那個產業紅不讓 再去做還是可以賺錢 然後跟著我們一起出 你如果沒跟著我們一起出 聯軍也沒有賠 然後訊心也差不多了 訊心就是 我們那時候 錄第二集介紹的時候 大概就130集 然後圓鋼對不對 這都是這段時間的績效嘛 9月20才開始做的耶 而且做到10月6號而已 半個月50% 你要不要 想要的趕快賞拿QR Code 加入我們小老鼠 80777 那更歡迎 投資朋友跟我們一起操作 然後操作這個選舉行情 那今天謝謝各位投資朋友收看 最後祝各位操作順利 加油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